你听说过一种人身猪头的怪物吗 胖夫人不会允许一个藏着凶器的人住在家里 所以我被赶了出来 只能到临终的木屋去住 虽然我极力否认 但的的确却是我拿的 不过住在这里也好 在那诡异的别墅里根本睡不着 吃饱喝足 我伴着重明和月光 慢慢地睡去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被一阵直压直压的摩擦声吵醒 这大门夜是哪来的声音 我向窗边走去 只沿月光的映射下 一个陌生的男孩正在树下荡着鞦韆 而他手里拿的是我的手机 那小男孩见我发现他 头也不回了向树林深处跑去 我三步冰两步冲了出去 拼命追寻着他的踪迹 可我还是跟丢了 等我晃过神来 一样冲出了林子 到了一片奇妖山的草地里 海风出的草丛哗花花作响 远处不时传了几声嘶吼 而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 草里似乎有什么东西 正在向我奔来 我走过右盼 那东西似乎不止一个 草丛不断抖动 只听刷子一声 一群人身猪头的人 死死地把我围在了中央 我猛地惊醒 原来是一场梦 可这梦也太逼真了 书下的鞦韆还在直压直压地晃动着 那小男孩到底是谁 还有我的手机去哪了 这是那个黄毛来到了这里 他是来帮我修门的 他很好奇我为什么还活着 又质问我为什么不听他的忠告 再挑战他们的耐心 会连累到他的 黄毛关火很利索 很快就把门修好了 我接机叫住他 如果有人能把我离开这里 就只有他了 您 您不想离开这里吗 这里是民宿 那就一定和外界有联系 网络 电话 船只 甚至来往的旅客 如果你也是被迫的 那我们可以向他们求救 可黄毛的语气似乎很绝望 嗯 确实会来客人 不久之前就来过 不过不出意外 他们现在应该 在你体内的某个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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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